10月4日,据台媒报道 知名女星小S确诊感染新冠 该消息传出之后,瞬间登上热搜榜第一名 足见小S本人在内地的热度 而因为小S被确认感染 她主持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本定于周四开播的小姐布希蒂 目前已经暂停录制 台湾电视台方面的回应是 等到徐希蒂康复之后再恢复录制节目 女方经纪人则表示 小S现在喉咙痛 同时还伴随有发烧症状 从媒体的回应来看 并不能得到太多有关小S病情的具体消息 台湾媒体也仅仅传递出小S确诊的消息而已 作为娱乐圈中的知名女星 小S因为是圈内知名主持人的原因 平时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很多人 并且还会经常和姐姐大S一家人在一起 虽然现在大S和郡俊叶已经领证结婚 但前夫汪小菲的两个孩子还一直留在台湾 不知道小S的确诊会不会影响到大S以及她的家人 最后我们也希望小S本人能够早日康复 希望小S身边的人不会受到影响 рас süemillas 再往莫 Dry 再往莫 lí罗 再往乖 再往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